Hello 大家好 我是Angus 欢迎收看每周360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打开小铃铛 第一则新闻 Neta X 正式在马来西亚发布 Neta X 是一款车身尺码很大的电动 SUV 它的车身尺码已经差不多和 CR-V 一样大 不过这款车因为是电动车免税的关系 所以在马来西亚的价钱很有竞争力 入门版价格只需要 11988 新车有三个车型两种续航可以选择 分别是 401km 和 480km 在电机动力部分 两款车都是 160uHP 210Nm 整体来讲就是中亏中矩而已 但是 Neta X 拥有 Level 2 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安全性的部分还是不错的 另外因为马来西亚的市场需求 所以也 support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根据原厂表示 这个功能暂时只有马来西亚拥有 连泰国和印尼都还没有 在 warranty 的部分 包括电机电池等等的电动组件 原厂是给予 8 年或者 16 万公里的 warranty 至于车身一般零件组件就是 5 年或者 15 万公里 那么这个价钱大家会选择 Neta X 吗? 第二则新闻 Toyota Harrier 大改款将采用 1.5 Turbo PHEV 引擎 最近根据日本媒体的消息 Toyota 已经在开发着新一代的 Harrier 而且 Harrier 会有全新的引擎可以选择 因为要满足未来排放量法规的关系 所以新一代的 Harrier 会采用全新开发的 1.5 Turbo PHEV 系统 这个引擎是 Toyota 全新开发的 比起现在澳洲用的 Dynamic Force 引擎还要小 虽然 Toyota 还没有公布引擎的数据 但是根据日本媒体的消息 这款车的排放法规可以满足 Euro 7 的排放标准 不过 Euro 7 要在 2030 年才开始实行 而这个新一代的 Harrier 则是在 2026 年发布 所以可以讲 Toyota 提早 4 年就满足了欧洲最新的排放法规 以后 Toyota 的 AB Segment 车呢 将会采用新的 1.5L NA 引擎 C 和 D Segment 将会采用 1.5L Turbo 引擎 只是不知道本地会不会同步 第三则新闻 2025 年的 Honda Civic Si 在北美发布 保留 6-speed manual 最近 Honda 在北美市场发布了新的 Honda Civic Si 这个车型是除了 Type R 以外最强的 Civic 这款车采用 1.5L 的 VTEC Turbo 引擎 不过马力到达了 205 HP 整体的实力很不错 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各位 目前这个美国版本的 Honda Civic 呢 只有 2.0L NA 还有 2.0L Hybrid 是没有 Turbo 的 另外 Honda 也知道买这款车的人呢 都是喜欢开车的朋友 所以买新车全部都会采用 6-speed manual 而且 Honda 的工程师也重新 tune 了这辆车的悬吊系统 让它的操控表现更好 不过可惜 Honda Civic Si 只有在美国市场买得到 而且首排车型呢 引进马来西亚不知道消费者会不会接受这款车型 如果是你 你会考虑买这辆车吗 第四则新闻 Proton E-Mars 官方预告迎合 L7 和雷生动力会来到马来西亚 最近 Proton E-Mars 品牌在 Facebook 上面公布了一段预告 预告里面除了已经有确定引进马来西亚的市场的迎合 E5 以外 还有第二款电动车 吉利兴愿 最让人惊讶的是搭载着雷生动力的银河 L7 也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根据原厂公布的数据呢 这个雷生动力可以实现 1200 公里的续航 同时这个引擎还可以实现 43.32% 的热效率 以及三档的 DHT 变速箱 并且配备最大 200 公里的电池包 新一代的引擎会提升 Proton 车款的竞争力 不过这个新引擎不会太快发布 预计最快就要 2025 年才会看到 而且原厂之前曾经表示 首款 PHEV 车型呢 2025 年就会发布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最后一则新闻 Lexus LBX 正式在本地发布 售价 238,800 起跳 目前Lexus 在日本还有澳洲 卖的最好的新车 Lexus LBX 正式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这款车拥有很 fashion 的外光设计 还有最新的动力配置 因为它采用的是 1.5L 的 Dynamic Force 混合动力引擎 最大的马力为 136 PS 可以在 9.2 秒里面完成 0 百加速 OK 以上就是本期 360 的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 Like, Share,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还有 Follow 我的 IG 还有 Automarchi 的 IG Tiktok 小红书 我是 Angus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ポンナ 3 6 7 7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